大家好,我是楊琪森 我們今天要教什麼好了 沒有了,已經有想到 我之前在那個粉絲頁有說 我要做一個POWER AUTO MEI加FONCE加SHARE POINT的應用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停車未申請的應用 那其實有時候你其實不需要建立POWER APP 其實現在微軟有那個SHARE POINT清單就非常好用 他就可以做很多管理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有分兩個項目 不好意思,圖做的有點醜 那第一個一樣就是 我們使用者可以掃QR-Code 或用電腦,手機也可以 手機是有掃QR-Code就可以填FONCE申請 那他就會填一個停車會申請 然後他可能會上傳一些附件 例如說他的駕照 然後還有他的行照之類的 那填好的資料之後 這資料會自動 我們會自動更新到SHARE POINT的清單裡面 那更新完清單裡面 那我們還會透過POWER AUTO MEI 把需要的權限寫進去 就是讓使用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就好 他不需要看到其他人 對 那有了這些清單之後 管理者就可以來SHARE POINT清單做管理 他只要把它核准或是改成 把它狀態改成代設定就好了 那如果有車位就給他用嘛 然後就改成代設定 那變成代設定之後 那像我們公司他們或是一些大樓 其實他現在都會用那個ETAG那個機器 他可以把你的車號匯到那個機器裡面 那他都是用CSV匯錄的 那我們就可以排層 排層來做什麼 我們把SHARE POINT清單要的東西 例如說車號 我們只要車號 我們把它代設定的轉成CSV的檔案 然後再寄給我們的管理者 這樣他就可以直接透過賄賂 不用再另外去存這些CSV檔 所以可以減少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SHARE POINT清單有什麼 那我們SHARE POINT清單其實就是一個清單 那TITLE我就存名字 然後這個Card Number是車號 還有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欄位的設定 這是一個Choice欄位 就是選擇欄位 這個帳號沒有權限 換這個才對 好 那就是編輯嘛 你看我這是一個選擇欄位 所以就有代核准 代設定 設定完成 與拒絕之類的 然後一個 那個核准的原因 那附件 就是User上傳的附件 就可以跑來這裡 好 那FORMS很簡單 FORMS我們來看一下 FORMS我們就一樣 然後就只有申請人 扯號 然後可以上傳附檔案 那這怎麼設定 其實沒有 就這樣而已 三個題目 然後這個是上傳檔案 就新增 上傳檔案就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來 那我還有一個automan 這個流程的自動化 那我們來做一次看看 來做一次看看 那 來 我們就預覽一下 申請人數 這個 這個說是 好 先配好 啊 哦 等一下 我應該換個帳號 等一下哦 對不起 那我們把這個 網址 點起來 複製 然後 這個 這個帳號 好 那就這樣 其實我們就停一下 那 車號一樣是 ABC 35 6 那 上傳檔 我們隨便上傳 這個圖片 好了 然後 再上傳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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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圖片 好 那上傳好了之後 我們就提交了 那我們來回來這邊 這邊 share point 清單看一下 哦你看哦 它這裡資料已經寫進來了 很快 很快 剛剛這檔案 這兩個檔案 都已經寫進來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那個流程裡面 嗯 重新整理一下哦 看一下 嗯 成功了 我看要花多久 其實應該幾秒 總共應該十秒內就完成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 怎麼做 好 我建一個新的 來做這件事情 這 建立自動化流程 那 就是 這個 當force 新申請的時候 那我們就一樣選 例如說 公式停車會申請 然後 一樣 這個force 應該很多都會用 好 那就一樣 就 停車會申請 回應的識別碼 好 那我們就 create item 我們就建立 把它寫到share point裡面 教學 清單 我們這是叫做parking parking的清單裡面 那title就是名字啊 申請人的名字 那 這個就是 車號是 這個 那狀態 因為我們是選 選擇欄位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送上來就一定是代核准 好 那 再來我們要做什麼勒 我們要去抓附件 因為我發現現在沒有附件 那要怎麼把附件 丟到share point裡面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喔 要用compost這個 編輯 我們要先去看附件的內容 看一下 附件 附件 在哪裡 附件 附件 取得回應的詳細 只要這個 架造 新造 好我們先這樣就好了 儲存喔 好那我們再來新增一筆喔 一樣是用 等一下我們先把原來的流程先把它提掉 原來的流程這一個 我先把它停用喔 這樣才不會 不會搞錯 等一下 關閉 好這次用我的就好了 用我的帳號就好了 來 例如說 好這就是我 楊琴森 好然後一樣 ABC 9999 那一樣上傳檔 好之後我們就 提交喔 好那我們看我們這個流程 這一個 它有沒有跑 有它已經跑完了 0.8毫秒就跑完了 好因為我們要先抓到這個 這個 SharePoint這個 這是一個 Jsong的格式喔 它是一個 Jsong的格式 它存了很多資訊 那我們要這個做什麼 因為我們要抓它的資料 那好 我們用一個 這個Jsong的 Postures 剖析啊 剖析 好那一樣我們要它的附件 這個架造和新造這個 那我們 我們 好我剛剛忘了 摳 這個剖析這個 要從範例產生 我們要扣剛剛 那個 Compost裡面的 編輯裡面的資料 我要摳 摳下來才對 這個喔先把它 複製起來 然後一樣編輯 再一次啊 多少 說 抔 這個 剖析 這是 剖析 這個 從範例產生 然後就把剛剛的貼上 按完成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把他儲存 好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附件写回去sharepoint里面 好 那我们就选找sharepoint sharepoint 这个 这个 添加附件 新增附件 好 那我们这个教学 然后parking 这个ID因为我们前面有建立了嘛 所以他就会找得到ID了 好 那档案名称是什么 刚才这个剖析绝上里面 就会把他名字剖析出来了 好 那他自己又变回去了 因为附件有可能是好几个 那档案内容是什么呢 档案内容 诶 因为我忘了做一件事 好 我们做一下 这个 新增动作 这个叫做getfile getfile content 等一下 我想一下这个 唯一试别码就是这个 就是上这里面有一个ID 好 那有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往下移 那就可以找到档案内容了 好 就这样 他就会写回去 好 我们试一下看看 现在里面 应该没有那一份资料 你看 有了 有这一份资料 但是没有附件 我们先把它砍掉 砍掉 删除 好 那再做一次 不用做 不用做 好 那我们直接测试 测试 使用之前的 4分钟前 好 那我们回去这里看 诶 你看 还没还没 对不起 有了 他附件已经写上去 还记得刚刚没有附件 好 那这样有一个问题 你看 我来 这边 杨千配这个账号底下 这是我建的 其实他应该 这个杨千配 他应该要看不到才对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要设全线 好 我们回到我们这 automay里面 其实automay差不多做完了 那我们就是 回到这里面 我们在 建立完项目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一样 选sharepoint 然后sharepoint里面 也有一个 停止 这个 停止分享这个项目 那就 选一下 那一样是parking 好 好 那停止之后 大家还要再分享 分享给谁 分享给建立的那一个 好 那我们就 透过 assys 好 一样我们站位置 就 教学 parking 识别码 就是新建的那一个 建立项目的ID 那谁可以 谁可以用的 那当然就是 申请的那一个 那角色要什么 你如果要让他 以后可以修改 你就让他可以编辑 那不行的话就是 view就好了 好 那这个通知使用者 就不要通知了 好 好 储存 那 好 我们一样再把它砍掉 好 删除了 没有这个 那你看 这边也删除 也乱上看不到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Auto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 然后就 2分钟前的测试一下 好 你看啊 现在他就 跑出来 但我是管理者 我可能还是可以编 因为我是管理者 但是你看 这个 杨千佩这边 他就会看不到 这个项目 你看按了F5 还是看不到 对不对 因为那个项目 没有他的权限 这个可以在这边看 这里 管理存取权 你看现在只有 拥有者才看得到 那你看 其他的 其他的 例如说 这上一笔 管理存取权 这也有他 这也有他 这边呢 管理存取权 有没有 他这个会照 原来的 设定 你原来的清单上怎么设 他就 预设权限就是这样 那我们把它停止之后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给予 填的人才可以看 好 那我们 先回到我们PowerPoint 我们上面的这个已经做完了 管理者清单 那我们要怎么排层 把CSV 汇入 其实也蛮简单 我们来做一下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面 我们就一样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排层 就用这个排层的云端流程 那我们就写CSV好了 那就是 每天做一次 因为这样才比较有效率一点 不然 一个礼拜可能会被骂 好 那一样 这不会太难 就是GetItems 我们用这个GetItems 那一样这个教学 那这个清单 嗯 Pocket 这个最高之数 先是 1000 那我们要 要找什么 我们要这个StatusValue 要等于带设定 目前只有2笔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先不设 会怎样 看一下 在这里 好 那我们先储存 先Run一下 那其实就会有4笔 就是 带设定的 然后还有 带核准的 那我们现在只要带 只要带设定就好了 这有点小 放大一点 带核准了吧 呃 呃 带设定 好 这里总共那么多笔 我们不要这么多笔 我们回到这里 那我们就要这个 这个状态Status 这个 我们要 这个 在这个筛选查询这里 加Status eq eq 带设定 好 这样 儲存 好 那有了之后就 就 蛮简单 就是 csv 我们就打csv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create csv table 那我们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要从取得多个项目的value 来 那这个 进阶 它自动会选的折太多 不要的 好 我们看一下长什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会把这些 不需要的栏位都写进来 这些 抄什么odata type 这些我们都不要 那我们 只要车号就好了 车 置定 所以标筒我们可以写 那个 car number 好了 那 值就是 值就是 car number 就这样 我加个底线在这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样会长怎么样 有没有 它就只会有这个 par number 一栏而已 不是一栏 因为现在有两个车号在里面 再设定有两个 好 好 那我们要再把档案寄出来 怎么做 就 用outlook就好 寄给我就好了 带设定的 带设定的 停车的csv档 有无附件 好 显示进阶选项 那 一样 附件名称 用这个 用utc 那种 可恶 可恶 觉得 这有时候很奇怪 好 先把附件内容放进去 输出 重来 算了 我先取到1.csv 好了 就这样 好 储存我们试一次就知道 好 测试 成功 好 我也收到email 看一下 待设定 停车csv档 2.31 好 打开看一下 review 就好 美貌 它就会car number 这个 它就是一个csv档 好了 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讲 嗯 好 我讲完了 那希望大家有 学到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 那请 欢迎大家 订阅啊 谢谢大家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